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当漂亮 605.5亿美金 年增率高达将近四成 38.3%的年增率 可见出口的接单的情况非常的旺 不仅创下连时红的记录 当然也创下历年单月新高 你说历年单月新高如果出现在旺季 这个接单旺季 比如说6月7月5月6月这样的一个接单旺季就算了 它是出现在旦季 因为12月向来是接单的旦季 居然是创下历年单月新高的接单数据 可见出口的状况真的很好 2020年外销订单的接单金额是5336.6亿美金 同样写下历史新高 就全年也创新高了 而且较2019年成长了10.1% 是成长了一层是民国107年以来的年增幅的最高 所以不管是增幅也好 或者说总金额也好 都是表现相当亮眼 那当然这其中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靠半导体 讲时代你说现在什么产业接单好 有些产业接单还是烂烂的 但是讲时代的半导体像台积联电他们的接单一定是很棒的 就是说他们的业绩情况 再加上面板 其实我知道接单的状况也不错 尽管今天面板股全部都大跌 你从这些海运的缺贵的状况也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全世界 其实在贸易的部分 并不是太差 当然这个缺贵海运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不是只有进出口需求的问题 他有一些物流供应链结构性的问题 好那在这样状况之下 我们看到今天台股是跌比较重 我们讲说71点跌没有很重 但是你如果把台积键涨20块给他还原回去的话 大凡是跌超过200点 所以很多中小型股票杀得非常凶 好那一些成长型的股票是不是涨势要告一段落了呢 我们今天来谈这个主题 我们请教的是 丹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昌文老师 在我们节目现场 段老师您好 木华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段老师其实美股也好台股也好 去年以来的这一波行情 最主要是靠成长型的股票吗 是应该可以说是十年了 十年 所以过去十年来成长股的那个涨势啊 这个基本上都超越所谓的价值股啊 所以有人在讨论是说 是不是沉睡中的那个价值股啊 是不是会苏醒啊 所以当然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涨翻天之后 一天到晚都是这类型的股票在涨的话 是不是总有一天他会回落 那如果回落的话那当然就是另外 相对于另外一种股票那就是价值型的股票 他会涨啊 那当然这个价值型的呃成长型成长型的股票 他是不是会不会到一个顶端啊 基本上很多人是依照比方说是看在美金跟所谓的成长股 是有反向的关系哦 来看说到底成长股是不是会涨到一个一个段落 那我们从上一周看来哎似乎好像美金开始在回神了 在转强对在转强了 那业伦不支持弱势美元 但他也没有讲说他支持强势 但是我们看说是不是未来美金都会是转强 那当然这个我们从上一周 从那个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可以看到 那个上个礼拜啊 他是自2018年4月以来啊 呃所有的避险基金对于美金的进空头的投措 那个呃部位啊是达到最高啊 嗯 那个一堆人在放空美金啊 所以所以也当然有一些分析师他有提到 就是美元遭到了极严重的超卖啊 就是上一周发生的事啊 而且一个东西如果过度厌恶 而且过度的做空的话 我想应该有很快的时间会出现一波的反弹 那当然有很多分析师是在讲说反弹时间 到底是一周还是一个月 哎搞不好是半年了 哦所以当然叶伦的谈话之后的结果的话 当然有很多人也是解读说 呃当然他是呃鼓励市场自由运作了 对哦也就是不干预会市啊 但是呃长久以来比方说我们这一年来 我们看到我们台币一直在升的话 呃很难想象说到底我们台币是我们自己在在操作升 还是美美国那边的在操作扁呢 嗯哦所以当然新兴市场的国家里面的那个啊 所以所谓的这个币别的话我们台币涨势是非常凶是没有错啦 但是韩币他也同样的也是在升啊 其实如果以去年全年来讲台币在亚币里面不是升最多的 对啊人民币也比我们升的百倍 那个幅度也比我们还要高啊 人民币韩元都比台湾呃台币去年全年升幅多 对啊所以当然这个全球的通货膨胀有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美金的跌跌势喔 美金如果往下扁那当然所有的资产应该都是往上走 这是反向关系那包括股票市场嘛 那股票市场呃反映的美金跌是所有的资金都往啊美国那边跑的话 那问题在于说美金是全球的货币的话影响是全球的通货膨胀 所以通货膨胀我们上次有提到过也也就是说这个通货膨胀第一波影响的是金融性资产 那第二波影响是所谓的呃原物料市场那第三波是不是我们的民生的一些呃物价是不是也开始在反映的 我们从最近我们台湾的一些物价的话应该可以呃了解到说陆陆续续的都会反映到最后最最终产品面了 它有一点呃所谓传导的对都会有传导作用 股票的上涨就是金融性资产的上涨它其实也是一种通膨现象是是是是 然后再到您刚刚讲原物料的价格上涨对 它也是一通膨现象只是说它是单一单一通膨它不是全面通膨啊 没错那最后这种传导它会传导到所谓的呃民生消费民生消费物价啊 最近你有发现吗物价当然当然了因为呃原本我们都认为是说比方说呃通膨膨胀会是因为呃货币太多所操作所影响的哦 那我们看到说叶伦谈话之后他不就是拜登的政府要推出1.9兆美金哎 已经推出来了又又要快速的去印这个钞票1.9兆美金的话要把呃费的那个资产负债表要提高到什么程度的话 那这一波的话呃据报导是有一兆美金是要呃全部发给消费者哎 嗯那当然这一兆美金的话有没有办法抵挡过比方说前一波啊比方说从3月19号以来 全球股票市场全部涨翻天的这个结果的话这个翻倍的结果是不是有办法去抵挡这些物价 嗯那我想呃股票已经涨一倍以上了 例如说我们上一波不是八千六百多点那如果用一用八千点来算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涨到一万六千点的话涨一倍了 嗯如果用单单纯指数来看的话已经涨一倍的话 那是不是这些资产光金融性资产涨一倍 那我们民生资产完全都不涨吗 这好像不甚很合理的 很多人可能是用金融资产来对抗这个所谓的民生资产上涨 对没错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那天在我脸书上看到一个纽约朋友 我一个纽约朋友小时候的朋友他现在在纽约 他是嫁给老外吗 他是住纽约 他就说他脸书上就发一篇说呢 他的email收到一张支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支票就发到email 他说他收到一张支票就是你刚讲的那个 这一波1.9兆撒钱 不知道是1400多块还是多少钱 我没有仔细看了忘记 他反正收到一笔钱 他说呢他他并不觉得这个钱是应该要拿到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他意思也言下之意说 美国政府乱撒钱就对了 对他来讲他不需要这笔钱 多余的吧 对但是所以他就他后来就下了一个结论呢 他说好吧那我就拿去买股票吧 哈哈哈哈 没错 所以这种想法的美国人一定很多 就是说他们其实拿到政府的纾困款 纾困款呢 他不是去买东西啊消费 他其实是去投资股票的 去买股票去了 没错 去炒股去了 对对 那当然就是啊 这一波行情的话 我想应该啊大部分人如果买到啊 成长型股票的话 应该也是荷包满满的啦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指数啊 也就是说我po在网路上面有一个价值型的指数 跟成长型的指数啊 我们来看一下板子 对应 现在现场直播我们来看一下呢 邓老师所准备的这个手板 那这张图形的话反映一件事情啊 因为这个红色的曲线的话是成长型的指数 是 S&P500的成长型的指数啊 他啊除上S&P500指数 所以如果在上方的那代表说他是赢家 下方的他代表是输家 好 所以我们看看起来 这个当然就是从啊1997年一直到啊 那他是赢家 到昨天哦 1月19号的线图啊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曲线 大部分啊从09年就开始 对从09年全部都在上面 就黄金交叉了 对对 那如果我们往前面追的话 有没有看到说 前面的部分好像红色往 往下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曲线就会往上走 所以他是一个悄悄板 对一个悄悄板啊 所以如果我们在看1月19号的 也就是昨天之前 大概我们应该往前面推 推个两三天左右 推个两三天左右的话 我们发现到 我们的那个成长型的指数啊 是在往回落的 那下面的蓝色曲线啊 有在勾上来 有在勾上来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 前一波比方说一 2000年那个年代啊 那我们看到2000年那个阶段啊 红色曲线往下走 蓝色曲线就会往上走 这个是对应S&P500指数哦 所以似乎好像有这个趋势在在走啊 当然价值型股票已经沉睡了 大概11年左右了 那有没有可能会是在这一波行情里面 会是大家每一个人在追到 追的价值型的 这个成长型股票的话 停在顶端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会等待 所谓成长型股票啊 是有这个可能 因为它其实是乖离太大了 对 你可以看到 而段老师刚刚这张图啊 我们看到它其实一个是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对没错 一个在天堂 一个在地狱耶 所以过去十年来 埋到成长型股票人赚翻了 是啊 假设你抱的是价值型股票 你就哭死了 对 但这个是 这个不代表说蓝色曲线在下方的话 就不代表说它是负的 它是负的 它只是相对S&P500的指数 对 但问题是 你看到其他股票涨那么多 你还是会哭啊 对啊 没错 我的股票也有涨 我股票一年涨2% 那个亚马逊一年涨80% 我看了还是会哭啊 对 为什么我不去买亚马逊 我要买这个 不会动的呢 虽然它没跌 对不对 但是价值股的话 这十年来 它也有涨 我们看另外一张图形的话 我们看这个图形的话 就是价值股跟成长股的 绩效图形 对 那这个绩效图形的话 我们看到说 我们一开始 我们从去年的三月份 也就是说COVID-19发生之后 跌到谷底的时候 这一波行情 到底哪一个涨势比较凶啊 我们看那个 比较上面的曲线 蓝色曲线的话 就是也就是成长型的 一样77.1%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现阶段 到底该买什么股票 价值型还成长型 还是说我们买那个 成长价值型 也有一种股票叫成长价值 混合型 混合型吗 因为它本身是价值型 但它又有成长动能 所以这种叫做成长价值型股票 比如说你说台积电是什么股票 它是完全成长型吗 那你说台积电没有价值吗 也有价值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应该可以归类在 所谓的大型的蓝筹的成长价值型股票 没错 对不对 还是我们应该买这类股票 等一下来请教段老师 其实成长价值型股票不错 混合型的不错 对 混合型的不错 它既有相对抗跌 又有成长的动能 但是这种股票不好找 对 不好找 既要马而好 又要马不吃草的东西不要少 在台湾移民有13月的予计会有疑惯的大股 良好的予计习惯的一些股票 过去波音来讲 应该可以讲做成长价值型股票 没错 但是现在也不是 现在不是 还没什么成长 因为COVID-19之后 咳咳咳 精神对使用者及时兴币 这样会挡到你挡到 挡到就挡到我所有 不行啦 听众要看你啊 看我干嘛 最近最近 最近我的脸色又被挡 不会啦 这样就不会挡到 最近脸色又情顺顺 你问志伟 他看他要不要看你 志伟港交所又创新高啦 志伟港交所腾讯又创新高啦 恭喜啊 赚翻啦 今天港股又创新高啊 哎呦我天啊 京东也创新高 对啊 但我是下礼拜托讲一下港股 好啊 我们来想要讲港股 阿里巴巴今天涨8%欸 因为马云露脸 马云露脸阿里巴巴要涨8% 本来是什么回事啊 他那个什么 阿里健康云涨了17% 对啊 夸张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阳木华 在我们直播现场呢 是丹康大学财务金融学系 段长文老师啊 呃 段老师今天港股又大涨 是啊 没错 我我算了一下 1月以来港股已经涨10%了 我讲的是恒生指数 对对对 基准指数涨10%哦 对对 那你根本不要讲个别股票涨多少了 今天创新高的股票一大堆 我讲历史新高收盘的哈 港交所 京东 然后呃 看到一则啊分析师就全球的分析师在报道啊 因为第一个人民币升值对人民币升值 所以他的钱就会进到香港 因为这还有汇差的关系嘛 相对于港币是在贬值在贬值啊 因为他赎出美元啊 对啊 这是第一个货币基本面 好那这等一下有时间再讲 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还要讲那个价值股 对 那刚才 我们刚刚在休息间也讲说 马云出来了 马云自从那个 上次啊 这个晋升之后啊 对 终于露脸 你知道马云今天一露脸啊 阿里巴巴涨8%啊 是啊 还有那个阿里健康云啊 涨了17% 老哥啊 你早点出来吧 早点出来你的股票被跌那么惨嘛 对 好了 原归正在 我们回过头来再讲这个 价值股会不会抬头啊 对 那当然我 从今天的资料库里面 我去收了1700多档的股票 也就是台股的部分啊 那我把五个因子啊 那为什么用这五个因子 我报告一下 也就是第一个因子是股价净值比 再来是股价营收比 再来是现金股利率 再来是本益比 那最后一个是美股现金流量 那当然这个在为什么用这五个因子 因为花旗的成长股跟价值股 它的分类就是依照这四这五个因子去分 他把五个因子用分数去把它加总 那同样的我在台湾股票市场上面 我把一些财报的资料库 还有用利用昨天的股价 把每一个因子用十等分去划分 也就是说你在最高等分里 最高等分里面我给他十分 那最低等分我给他一分这样 那把三个因子加总起来结果 那我们得到了就是 我把一些股价净值比是大于一的部分 那当然排序的部分还是用总分去排 那总分最高的部分的话是龙大 5519这一档 大家要看这个段老师精心排序的股票名称 你看直播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这个牌子上有 但是这个龙大的话 他因为他股价净值比的话是小于一 这这个我不建议 就是股进比小于一 股进比小于一的话 我觉得对对是有点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个表格里面 我把它框红色的是 股价净值比是小于一的 但是他其他的分数都很高 所以他总分是47分 他大致上在五个因子里面 都位在位在什么位阶 位在前10% 所以第二档是大连大 第三档是人保 那人保的话 他也是国家净值比是小于一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看一下第四档自超 这一档的话 他是1.06 那他的分数是46分 应该满分是50分 他的分数的话 你还不错 算出来是46分 自超也算是一家有名的公司 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前几集我们有提到 有一家公司是泰国那家公司 他把fail value跟他true value 做一个比较 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现在是低估还是高估 目前我在看板上面 我列了21档股票 其中有10档 是股价净值比是小于一的 这个就是红色的部分 我不建议 但是里面如果他的股价 目前的股价是属于低估的情况 总共有六档 哪六档 自超 政威 再来达兴公 还有汉语博 再来是文华 最后一档 新产 那这里面 这六档里面 他的就是低估的情况 分数最高的 就是2850的 新光 新光产业 新产 那这一档的分数的话来到7.07分 他的满分是10分 所以在里面 这里面的话 被上一次我们提到泰国的那家公司 他是有研究 研究了大概有十几个交易所的股票 那所以资料来源还算是蛮齐全的 那如果我们不看我们这种价值型的股票的话 我把那家公司 评断我们台湾证券交易所跟OTC 这两个交易所里面混在一起的股票 他排名第一名的 是3413的配星半导体 第一名 他这个分数的话来到6.39分 低估的情况是41.85% 低估的情况 那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新产那一档 那低估情况是70% 低估 也就是说他目前的价格 离他的那个理论价格 还有七成的距离要跑 那第二名的话 被低估很多 对对对 第二名的话 也就是说这两个交易所混在一起 他评估出来的结果 他分数是排在我们台湾的第二名的话 他是鲜活控股 这一档是1256 那第三名的话 上一次我们提到过01科技 这一档应该是 我看的观察大概有两三个月了 他都在排名前十名 那第四名的话是加折端子 也就是他的代码是3533 那第五名的话是历程科技6239 这个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泰国的那一家 就是专门在研究国际股票市场 历程跟日月光投控都是做封测的 对不对 就历程前三季 去年前三EPS已经7块多了 是啊 他的股价是比日月光投控低的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这个市场在抉择 买什么股票的时候 他不见得完全依照什么EPS 基本面这些来看 你如果用本益比来看 历程的本益比比日月光低很多 是啊 对不对 对 那当然他的排名顺序的话 是依照他的一个分数去排 那当然他的有一个自己的分数 刚报的分数里面最高的分数的话是 鲜活控股这一档 他是我们台湾目前他的评价的分数 是最高来到7.78 但是我们价值股里面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有一档 他也是来到7分以上 7.07新产2850 就是我们筛选 我用分数去筛选出来的结果 这些比方说利用股价净值比 还有股价营收比等等的 这些分数给他排序出来 结果他的本益比 新产这一档本益比7.03 有够低的 段老师我觉得有些股票 跟市场偏好有关系 是啊 也跟大股东的态度有关系 有些公司的老板就不喜欢我的股价高 没错 我股价高 我就给你卖 我就卖股票给你买 你看你去拉吧 你看是你的股票多 还是我股票多 他就不喜欢 他就不喜欢人家碰他压公司的股票 他就不喜欢股票 股价高 对 就跟有些老板很喜欢股价高 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 为什么他那么被压 股价压那么低 其实可能跟大股东老板的心态有关系 对 不完全反映EPS这些事情 但是有可能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我们这一波行情实在是太激情了 大家都去追知名股票 当然 都不追那种价值型的股票 段老师你现在会去买这些价值型股票吗 应该会去挑一档 会挑一档 像我就觉得达兴工不错 对对对 没错 我不是推荐个别公司 不要误会我意思 你去看达兴工的EPS 跟他的在手订单 还有他的他基本上他的那个未来的展望性 是啊 他的我看达兴工他的股价净值比还是超还是大于1的啊 对啊 还是不错 而且是1.09 其实市价对他来说我觉得也不是很公平的啊 可能大老板王仁达他们家就不喜欢股价高啊 对对对 本一比9啊 这就要问一下王董啦 对对对 篮球要投的高 但是呢股价不用高 其实他的每股现金流量也来到7块啊 7.16 这非常高啊 是啊 所以他满手现金啊 满手现金 满手现金 他工程那么多啊 对对对 工程在手好像400亿耶 其实大家如果要存股的话 像那个沐华他刚刚所推荐的这一档啊 就是达兴工的话 没有啦我没有推荐啦 我只是说我我如果要我选我会喜欢他啦 其实他的现金鼓励率也来到5%以上 他鼓励率很高的 5% 对啊 他持利率很高的 对对对对 我有我有check过这家公司的 其实其他其实我们这个价值型股票的话 在国外的话 他有时候混在一起 我们看那个Vengar 他标普500成长型的ETF 他的持股啊 跟他的那个价值型的持股啊 我觉得有点混乱哦 也就是说Vengar 那ET啊这一档啊成长型指数 也就是他代码是VOOG啦 他这一档成长型的指数 他持股第一名是Apple 那那个价值型的部分的话 他是博客下第一名的 博客下肯定是价值型啊 但是他里面啊 比方说我们看那个花旗的啊 他的价值型的ETF啊 第一档竟然是特斯拉耶 这个这个很这个就是神经错乱了吗 对啊就有点奇怪 好呃我们今天谈到这边 我们下个礼拜段老师会跟大家谈港股哦 这个喜欢港股的听众朋友 我们下个礼拜这个时段 大家先预约一下哦 好谢谢段三文老师 谢谢 老师网友希望听港股的ETF 港股的ETF 好入手 香港的ETF 没几档啊 香港一定会像有一档正二的 有一档FH正二的啊 我有买啊 好大家听到了好拜拜 哈哈哈哈 洛华有一档FH正二的 最近这几天长很凶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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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